他们来了 但是三哥也来了 三哥为什么不猴 三哥 三哥为什么没有冲上去 三哥技能呢 三哥技能呢 三哥是上来帮你吓人的 三哥A了两下之后就走了 但是看刚才A这个阿卡丽 A了几下之后 他就已经很疼了 对 其实猴子他也是 自带一个破甲的技能 所以说打人的时候 也是非常疼的 但这个破甲技能的话 你要学Q才行 而且这个Q技能的话 还是能够加长你的 这一个攻击距离的 然后异技能用完了之后呢 是可以提升一段时间的 攻击速度的 对 一定时间内提升一下 攻击速度 打W的话就是一个 你放一个假猴子 但你要记住 在你有攻击动作 或者说是在不停走的时候 放这个假猴子的话 是非常容易被敌方给看破的 所以最好是原地不动的时候 对 但有的时候紧急的话 你千万你也就随便了 你毕竟还是能够迷惑一下技能的 因为你直接对方 就是要骗人的时候 有一个技巧 就是原地先按一下S 然后再按W 所以说你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玩猴子的人 都喜欢装的自己 非常的笨重 就是走两步就停一下 走两步就停一下 是这样一种情话 演技 对 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感觉你演技有点浮夸 我现在不要用W 不是 我感觉你平时是一个演技很浮夸的人 是 不太会撒谎 是 撒谎就磕磕盼盼 眼睛到处看 好 这个跟那个问题 应该不是太大 你看这个 Q完了E到他脸上 然后脸捅了几下 非常疼 对 但我看到他身上带了一瓶大红药 因此我也是不准备跟他特别的血拼 我要是打算是这样慢慢的跟他转 他放了个W 你也放一个W 而且 性格又来了 还骗了他一个闪现 跟上去 一个点燃 一棒子锤死他 居然都不用点燃 你太瞧不起人家了 这不需要点燃 刚刚那个时候 除非是他正好一丝血 呃 你的意思是杀小龙 我不用点燃 是这样吗 有人帮我来抓了都已经 我还拱不起这火来了 其实 现在好像多数人 不管上单还是AD 都喜欢带攻击符文了 对的 因为现在的话 因为也是护甲穿透时 遭到的一个极大的削弱 所以说 带固定攻击的话 会比较的划算 出什么 多蓝剑吗 鞋子 你的这个长剑 是要留着出什么 出冰锤吗 残暴之地 哦 诶 那猴子这个大招的效果 用黑切的话 能够触发的是 是吗 对 因为它是物理伤害技能 就列入 就如同女枪的大招一般 所以它就是在放 越转越疼 越转越疼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